啊有去一個我不太想去的地方出差 所以先讓我仰天長旺一下 呵呵 我現在人在東門機場 東門也就是浪漫 這個發音不好發 所以要這樣發 東東門 東門門要拉長音了 我把車子停在浪漫機場的機場停車位 停一個晚上250泰銖 這是我第一次停在浪漫機場 我之前都是把車停在附近的飯店 然後飯店可以讓我停一週免費 所以這次就換個口味 來浪漫機場停停看 而我這次也是第一次那麼提早來浪漫機場 就是來這邊半個工順便逛一下 哇他這邊有紅線 對了現在曼谷有紅線通車可以坐到浪漫機場 而我現在走過來的地方等於就是 行車廠銜接航廈 而我現在在的航廈是國內航廈 而他們二樓這邊有很多就聯航的辦公室 有亞航啊酷航啊 還有什麼NOKE AIR 還有月捷航空等等 這二樓是他們的辦公室 所以這個這個NOKE AIR 他怎麼沒有眼睛啊 他的眼睛不見了 兄弟們應該都知道 曼谷有兩個機場一個是Swanabu 一個是東門 就像台灣的桃園國際機場跟松山機場的概念 而東門也就是浪漫機場 這裡就是聯航的大本業 你在這邊看到的所有都是廉價航空 哦這裡有間按摩店 我真的認為在機場有按摩店是在合適不過的事情 所以走過了國內航廈之後就來到國際航廈了 雖然朗曼機場和Swanabu機場的感受差距頗大 但千萬別小看這個朗曼機場 它可是很有歷史地位的 朗曼機場建於1914年 它原本是個軍用機場 而在1924年也就是80年前 朗曼機場從軍用機場變成民用機場 而且它是亞洲全亞洲第一個民用的機場 所以兄弟們基本上在2006年以前來泰國玩樂的人呢 你們都是飛到朗曼機場 因為Swanabu是2006年開始啟用的 不過兄弟們如果有機會飛到Swanabu 而且你們是飛泰國亞洲航空或者是泰國越捷 如果從日本啊新加坡或台灣的話 你們可以飛到Swanabu 你們可以飛到Swanabu最新的SAT-1 Terminal 哇那個航廈是非常的漂亮 當然如果路徑是比較感受不到 但是如果你是從泰國離境的時候呢 如果你們可以去SAT-1 Terminal 1 那真的是非常享受 採光好空間舒服 而且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所以我的建議就是 如果你要從泰國離境 也就是你買泰國亞航 飛日本啊韓國或中國 或者泰國越捷 飛胡志明或台灣 你們就會從SAT-1飛出去 所以眼前這個是朗曼機場的奇蹟美食街 叫奇蹟真是有意思 不過它這個美食街看起來就是會好吃 而且東西價錢都很實在 這邊有KFC Burger King 麥當勞 而且很多是開24小時的 所以這就非常方便了 我就搞不懂啊 台灣的機場為什麼沒有24小時的咖啡廳或 food court 所以要怎麼講 也不能怎麼講 Magic Garden 魔術花園啊 所以這邊看起來也是用儲值卡的方式 還有這些飲料店啊 還有什麼 哇 Miracle Coffee 奇蹟咖啡啊 果然很刺激 所以這個美食街不知道兄弟們看起來覺得怎麼樣 反正就是選擇非常多樣啊 而且看起來就是好吃 所以又回到是先有雞後有蛋 還是先有蛋後有雞的問題 而這就是台灣的問題 台灣永遠是先想很多 所以都不會先做 所以那個需求就不會出來 因為有很多人跟我說 台灣機場不需要有24小時的餐廳 因為沒有轉機 欸機長好 因為有些朋友跟我說 台灣機場不需要那麼多的餐廳 或24小時的咖啡廳 因為沒有那麼多的旅客啊 所以這是蛋雞雞蛋的問題 OK 所以我今天有跟大家說 你看在泰國的電信啊 不管是True或AIS 如果你只要是辦他們的會員 或你是他的門號 你都有非常多的優惠 所以來泰國啊 一定要有個AIS的門號 很簡單 我之前講過很多次 不懂的人在留言問我 又是個奇奇咖啡 喔還有sleep box 這裡可以有什麼 膠囊睡覺 一個小時300 巔峰時刻一個小時500 這個價錢也合理 所以咱們的文化永遠是 等著別人下蛋 或等著別人先有機 就是我們永遠等著需求出來 我們在做什麼 而不會是創造需求 這邊就是國際航廈了 我已經走到International Terminal 而右邊這個走廊都是sleep box 給旅客們睡覺的地方 所以 哎呦這個是海底撈的機器人 自動打掃機器人 哎呦 就sorry我擋到你的路了 所以我們不太懂得創造需求 所以我們都是要等別人有什麼 我們才可能有什麼 又或者說我們只要可以把漏水做好就好了 你看桃園機場或高雄啊 那個什麼小港機場 只要下雨啊 你就會看到很多桶子啊紙箱 在那邊接水 喔這邊二樓還有很多的銀行啊 所以就是 人家的東西就是可以很方便很便民 或者旅客來這邊可以解決很多事情 或滿足很多需求 但是在台灣的機場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你自己看那個一行下 一行下 當你出關之後 你有什麼餐廳 你就那什麼一粒咖啡 跟一個小餐廳 就這樣 沒了 你沒有什麼選擇 超級無聊 Oh my god 這什麼 Miracle Coworking Space 這個是餐廳也是個咖啡廳 喔它兩百泰銖的Buffet 也就是說你兩百泰銖 你可以在這邊吃到飽 不限時間 有咖啡有飲料 有餐點 你可以在這邊辦公休息 哇天啊 這個全部都是你可以吃的 然後還有什麼 你還可以點麵啊 炒飯 呵呵呵 你們可以想像嗎 這個泰國郎曼機場 有這個兩百元泰銖 吃到飽喝到飽 所以你說這個機場 是不是讓你覺得很幸福 你告訴我有哪個機場 你可以花兩百元泰銖 可以搞定那麼多事情 這告示牌可以很清楚 告訴你哪些是24小時的 Burger King還有Bong Chona 韓國料理 所以啊這邊就是很人性很方便 也很貼心啊 我們走進來它美食街看一下 這Burger King 還有什麼啊 泰國的國民薯條啊 Potato 這個左邊這個 Potato Corner 這個泰國小朋友都超愛吃這個 就是很容易的那種 起司薯條 好 還有Cafe Ritaza 這個也是開24小時的 這個是什麼啊 這個 看不清楚 釀豆腐 所以這就是他們的美食街啊 所以如果有來郎曼機場 如果有時間或沒時間 或者你是入境肚子就餓的話 你們可以直接先上來二樓 二樓這些都是開放的 很方便 這個就是Bong Chona 這個每個百貨公司都有 所以就這個啦 機場奇蹟美食街 真的是Miracle 200泰铢吃到飽 Miracle 好吧 我決定來麥當勞這邊等飛機 因為這裡有很多的插頭 還有USB 而且這邊還可以挑高看著 這個check in櫃檯 不過這是國內航廈 所以我等等 如果要搭飛機 我還要走到國際航廈 但這間麥當勞就是插頭多 也人不多 可以 不過麥當勞在泰國是算貴的餐 好了 吃好早餐 我現在要開始辦公了 現在是早上時間快八點 我的飛機是十點了 所以要工作兩個小時 蠟筆小心的style 你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很吃得開 在郎曼出關簡單又快速 現在我要準備去登機了 所以走過這個shopping area 這邊就是郎曼機場的免稅區的感覺 也是非常感受非常好 而且有很多的約換處 SCB啊什麼 你要換錢都很方便 這個發浪 這個發浪的泰國女友 這個背影不錯啊 曬得黑油油的 有腰身啊 有臀部啊 有腰有屁股 pretty nice 兩個身材都很好 而且這裡的採光也很舒服 不知道兄弟們有沒有感覺到 你走在這邊 這邊的氛圍 這已經是出境大廳了 你可以感受到這裡很有生活感 好像就是一個社交啊 交流的一個場合 這種感覺是在台灣所沒有 台灣的機場 怎麼講 那個感受就是冷清清的 實氣沉沉的 巴不得就是想要讓你趕快出境啊 六凱桶啊 這也是餐廳 這裡有麥當勞 哇這個麥當勞很多 所以在泰國你看光在郎曼機場 雖然它那麽古老了 同胞 哇這同胞就是豪氣 啥 啥你說啥 好 俺吃到 所以在這邊 郎曼機場出境也是很舒服的 哇你們看都走到那麽邊邊的登基門 這裡還是有subway可以吃啊 而它旁邊這間是Gloria Gym 這間咖啡也不錯喝 做你它的可頌啊 三明治都很好吃 而旁邊還有什麽 Sushi店 哇這邊還有個壽司師傅 你可以在那邊吃生魚片啊 兄弟啊 這就是郎曼機場啊 你可以在候機亭 吃生魚片 哇這個屌 如果這次在台灣啊 你把這個idea 在淘機的會議的時候 你把它提出來啊 這些主管啊 跟老闆一定給你打槍啊 他想說誰會在候機亭 吃生魚片啊 不要自找麻煩 這邊還有什麽 Sensip按摩店 我真的認為在機場有按摩店 是一個非常符合邏輯的事情 因為很多人要候機轉機或很累 躺在那邊睡覺可以按個摩 這是個非常好的需求生意啊 可惜桃園機場就只有自動按摩而已 就放在邊邊角角也沒啥人用 走到這還有Starbucks 前面還有Dairy Queen 泰國人真的很愛吃他們的冰淇淋 還有這個Cafe Ritaza 他們的可頌三明治 還有這個便當都很不錯吃 所以你是坐連行 就記得把這些餐點買上飛機吧 所以你們看啊 在郎曼機場這個候機區啊 也是採用開放式的 所以你會覺得在那邊很舒服 其實像新加坡啊 馬來西亞機場啊 香港機場都是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就不懂啊 桃園機場的設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每個後機區都是延伸出去 而且還把樓梯坐下去 所以每個人要提的手提行李走樓梯 要不就等那個很慢的電梯 所以很不方便 也因為是延伸的後機區 所以光線都很不好 結果我的飛機還沒來 所以你們看啊 桃園機場他的後機區都是延伸出去的 所以當走下去等飛機的人 你就很難再走回去 所謂的Duty Free免稅區逛街區啊 所以這個流動感就很差 最後就變成一種惡性循環了 好像沒有人要購物 也好像沒人在逛街 所以店面就不用弄得怎麼樣 就隨便了 反正整個機場就非常的隨便 就很台灣的文化 就是台灣特色 這架是泰國的亞航 Amazing Thailand 你在狼曼機場看到的飛機幾乎都是A320 都是空8的 你完全看不到波音的737 這一架是泰國的獅子航空 也是空8的A320 所以你在這些機場都很容易可以感受到陽光的魅力 就像夏威夷機場 夏威夷機場更屌 它是開放式的機場 可是非常的舒服 那個機場是歷久不衰 很經得起歲月的考驗 所以我就不懂 桃園機場真的是走在裡面有一股臭味 光線又不好 天花板又低 整個就是很壓抑要把你趕出國 反而是大大增加國外的旅遊收入 而台灣的國旅就會越來越慘 而到最後我們就要很卑微的請求祖國的同胞來台灣玩 我們應該要開放 讓祖國的同胞來台灣好好玩 而當華人越來越集中 越來越多 那個地方就是災難的開始 所以一切用錢的思維角度就是如此可怕 我們會覺得國內旅遊經濟不好 是因為沒有開放路客 我們很需要路客 錯 如果一個國家的旅遊是很好的話 我們會吸引很多發狼 而不是路客 所以你們看這個狼曼的停機線 基本上都是中小型的飛機 而沒有所謂的350777 不可能在這裡的 而這裡也就是所謂的兩條主跑道在負責起降 所以其實來狼曼搭飛機等飛機 我個人是覺得很舒服 而他們這邊還是有boots 這個就是我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7-7所謂的瓶蓋維他命 或膠原蛋白飲料 所以其實你們在泰國境內 不需要急著在藥妝店裡面買很多東西 其實在機場裡面都會有boots 而你看這邊的礦泉水 一瓶16塊 一瓶21塊 這簡直是佛心來的 如果以機場的價格 水可以賣到這個價錢 而這個是泰國的蟹肉沙拉三明治 非常好吃 所以如果你們在泰國的星巴克 如果有看到這個 一定要給他點下去 好啦飛機來了 可以登機了 我即將踏上這個沉重的步伐 我即將要前往華人越來越多的地方去出差 而這個地方大家可以猜猜看是哪裡 我已經相隔五年沒有踏上這個地方 在五年之前呢 我是常常要來這邊工作 但是因為你知道皇帝換了 就是習皇帝上任之後 那邊的老闆也換了 因為老闆的換了 所以我那邊的案子就沒有了 所以華人這種皇帝的世界是很可怕 你可以想像嗎 就連澳門的喜米華還有成龍鏈 這個兩個澳門的男神啊 就安以軒的老公啊 現在都在澳門的陸環軍域坐牢啊 上飛機前我都會摸一下飛機 這是我個人的習慣傳統啊 就是跟飛機溝通的意思 咱們就好好配合互相合作 讓我安全抵達 呵呵 這是每個人的個人習慣 所以你看啊 馬雲、喜米華、成龍鏈 更不要講其他商人了 這就是華人的世界 華人的世界就是那麼的奇妙 華人的世界就是一個邏輯錯亂的世界 人家對岸在我們台灣周遭環台軍演啊 而在台灣的島上會有人要罵自己的總統 說這都是總統的錯 所以華人兄弟啊 你們也不用再罵我了 你們看我現在已經要下機了 我離你們的心越來越近了 我離華人多的地方越來越靠近了 我離華人多的地方越來越靠近了 Oh my god 我現在心情是非常的激動啊 接下來會聽到越來越多的廣東話 再來就是越來越多的普通話 所以大家你們猜猜我在哪裡 但不論我在哪裡 We love Thailand וקd